中国民歌圣典 民生而至 中国民歌圣典 潘如花瓣绽放的小巷 遇见 择着人走上 绿山的少年转 周深谷雨天这个舞台终于来了 《原生天籁》中国民歌圣典将于10月9日20点档 在央衣、央视文艺、央视频和央视网等平台华彩开唱 10月14日19点30 在央三音乐频道央视舞重播 郭雨天是由苗族的一首童谣改编的一首民歌 而周深这次和两位小朋友用动族方言对其进行了重新演绎 他表示自己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少数民族 但很少有机会可以听他们唱这样的歌曲 也就是说周深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山歌跟明月的传承 对此不少观众都在弹幕留言 周深的舞台表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振兴 期待周深作权首秀演唱山西名歌《古雨天舞台》 明年春雨天就要看到你了 我要说就是大家真的要多多听一下这么好听的歌 因为我听到《古雨天》这首歌也是在网上 还是村超的上面你们在春超上面唱歌对吧 村BA 村BA上面唱的 然后就听到《古雨天》 我觉得好美好好漂亮的一首歌 也是很好的一个祝愿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多多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 以及像我们的所有的节气代表了什么 我觉得都是大智慧 所以明年从这天就要看到你了 唱《古雨天》 对 让我们快准备一首 好 那我加油 明歌呢其实是叠词非常的多 对 它非常有特点 让你第一个想到的这个明歌有叠词是什么 细 misf嘛 за�� 嗯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一说到民歌你会想到什么 我会想到我第一首学的民歌 近期周深结束了 舞台2023的旅程 生命们不必焦虑 接下来马上就会迎来 奔跑吧特别记的录制 以及小道消息盛传的 生生不息中华记 还有很多其他舞台 比如名歌盛典舞台 抖音美好奇妙夜等等 回顾舞台2023 周深虽然作为推荐官常驻 却贡献了很多名场面和金玉良言 舞台2023在周深的加持下 可谓口碑收视双丰收 尽管节目已经收官了 但仍有不少歌迷沉浸其中 难以自拔 主要还是因为周深的出彩表现 不仅保证了整档殷宗的高质量 还创造了多个出圈名场面 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比如开播就播出的 被誉为天花板级的打样舞台 人士 后面录制时 生米更是贡献了人士的合唱 紧接着又贡献了 经验众人的大棉京唱 被誉为教科书级别 后来全程参与了选手的排练 细心耐心又无私地帮助着每个选手 以至于每当看到选手被淘汰 陆续离开忍不住哭了 他说 谢谢大家愿意相信他这个陌生人 和朴宰范合作舞台 Yesterday全英文饱含深情 完美演绎曲众浪漫 还有四位推荐官合作的 温柔治愈诉说着自己故事的自己 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诫选手 不要为了赢把自己圈住 要展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远比赢得一场舞台更重要 他说不要以自己的平凡为敌 也没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 因为世界并不会因为你做了挑战 就离让你三分 所以专注舞台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金剧 更有手忙脚乱的学跳舞 说来就来的俯卧撑 一蹦三指高的窜天高 有周深的综艺永远不会冷场 一起期待周深接下来的常驻综艺吧 来 嗯 无法为敌 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 你曾红乱过你的年华 那是让你们的一天都一样 面对是同一个 同一个 哎呀 啊 啊 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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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 无论你是 孤庸者 冒险者 挑战者 胆小鬼 平凡者 还是守护者 我相信 我们都会收获 属于我们自己的光芒与色彩 希望我们的努力 都会很幸运地 得到回报 我们加油吧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